10月1号流感疫苗正式开打接种 而基隆市校园流感疫苗也将在10月15号正式开打 不过因为10月12号 七堵卫生所在施打流感疫苗前 急紧发现当日国光牌有一支流感疫苗外观颜色异常 卫生局立刻暂停所有同批号的疫苗施打 并且向中央通报逐一回收 身为基隆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的市议员张耿辉 非常关心特地到卫生局了解情况 我们七堵七的卫生所处理的当 马上迅速回报卫生局 然后向机关署来回报 所有的批号现在已经全面回收了 那所幸幸好这些施打的一些前面有施打的 没有什么有人特别的来不良的反应等等事件 卫生局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任何的信息 卫生局局长张贤正也说明后续疫苗处理以及接种 包括15号校园流感疫苗开打的流程 请市民朋友安心 虽然我们确定其他的批号外观都没有问题 但是也已经暂停使用 所以那一天下午晚上有开诊的诊所 我们就已经通知陆续回收 然后到昨天那有一些诊所六日没有开诊 我们到今天星期一的早上 也已经全部都回收到局里面 那后续等那个机关署跟食药署 因为这个牵涉到制药也跟食药署有关系 他们在专家会议之后来做下一步的指示 目前不管是在卫生所 在诊所跟后续会在校园接种的疫苗 都不会有同一个批号的疫苗 虽然同一个批号是预防性的 我们本来就不用过度担心其他值 但是没关系我们更小心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不用担心 那我们在校园的接种 就会照原本的安排 循序渐进的安排 那依照中央购买配送给我们疫苗的量跟厂牌 但是先排除掉这个批号 然后去做接种的安排 所以大家可以有安心的来接种这个疫苗 那就算是刚才讲的 如果调查的结果是类似六年前那样子的状况 那他其他的疫苗是不需要担心的 市议员张耿辉也称赞 卫生局处理得当给予肯定 那耿辉也担败 在我教育小组的立场上也特别的来了解 那未来整个施打的是不是因为有什么会受影响 还是等等因素 那特别来就教育我们卫生局长 那据我了解在整个卫生局 他们处理得非常得当 那我也再次对他们的团队表达肯定之意 卫生局指出单一支流感疫苗异常的情况 已经是六年前2018年的事情 中央疾管署调查后发现 跟针筒里面胶塞成型过程中 高温加热相关罕见的单一事件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